其實中國到底本質裡面 除了老師剛剛講不負責任 是不是死要面子 而且這個面子竟然遠高於他們自己 這個中國的人民的性命 雖然前面講了非常美好的話詞 談整個政府跟民眾感同身受 會接受人民所主 真的是如此嗎 彭孝大哥 其實在上個世紀的30年代 中國有一個很有名的 這個文學家叫魯迅 魯迅寫了一本叫阿Q正傳 篇幅不多 但是影響非常深遠 為什麼阿Q正傳 藉由阿Q這樣一個普通的人 卻把中國人的各種的習性 描繪的入目三分 其中有一個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死要面子活受罪 而且不只是中國人的特色 更是中共的特色 其實站在這個人權的角度 任何一個人 當他遭受到災難的時候 他都有權利去接受 來自各方的資源 所以這種資源 所以這種資源叫做人道資源 與政治是無關的 那麼受災國接受這種人道資源 是對他的災民 對他的人民負責的表現 當你本身救災能量不足的時候 你當然要開放讓其他有心來幫助你的國家 一起來幫你解決急迫的災民的問題 就像是1976年7月 河北的唐山發生一次有史以來非常嚴重的大地震 結果中共不但封鎖消息 等到西方國家把唐山大地震的消息 在媒體上鋪露以後 中國還拒絕各國提出的對於中國的援助 但是根據現在後來他所披露的唐山大地震 死了多少人 官方的記錄是242700多人 242700多人 這是一個多麼恐怖的一個數字 但是根據非官方的記錄 死傷超過50萬人 這麼嚴重的一個災難 中國當作沒事一樣 封鎖消息 然後拒絕任何國家提出的資源 就為了什麼 中國共產黨是最能夠解決問題的 在中國共產黨或者說在共產黨的 那個思維裡面 它就像是過去的所謂的耶穌會議 這樣的一個教師團體一樣 強調什麼 共產黨的領袖就是上帝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唯有共產黨是唯一拯救 他就要建立人民 對他的這種盲目的信仰 所以剛才主持人和宋教授都提到 習近平的各種 這種獨裁專制的行為 當然我們聽到大陸有很多人私下在批評他 甚至於在謾罵他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一個事實 大陸還有很多老百姓認為他做得對的 很多老百姓認為他做的是對的 認為中國這樣子封控做得很好 有中國特色的這種防疫效果 但是一旦解封造成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中國採取了什麼 又是一樣 戴牌 不宣布 實際的染疫人數 拒絕 這個人家到醫院 到病醫館去 做實況的各種的採訪 然後更嚴重的是他拒絕各國的好意 剛才主持人提到說 去年在台灣這個面臨到疫情的衝擊的時候 日本美國紛紛支援我們的疫苗 絕大多數台灣人 包括台灣的政府 抱著感激的這種心理 抱著非常開放的態度 接受他們的援助 這裡面還包括了 我們在波羅的海的這幾個國家 像拉脫維亞 立陶宛 連他們都伸出了援手 我們沒有說 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比你們強 我們就拒絕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需要 不是我們台灣的執政黨需要 不是台灣的政府需要 台灣的人民需要 什麼叫做以民為貴 什麼叫人民最大 就是這樣子 人民需要 即便說 我們黨有人笑話執政黨 是乞丐 是乞丐疫苗 沒關係 為了救命 就算乞丐好了 也應該要做 也應該要去面對這樣的一個現實 但是對中國來講 面子比什麼都重要 問題就在於說 死的不是他家的人 因為中國的那個上層的那些特權階級 他們有他們的路子 老百姓打不到BNT 打不到莫德納 但是 這些上層的高官 或者這些 官二代 富二代 他們卻有另外的管道 譬如像現在 中國拒絕外國的疫苗進口 但是開了一個小門 就是接受人民可以申請 你自費到香港去打疫苗 打的是什麼 我們所謂的次世代的這種疫苗 但能夠得到這樣的批准 到香港去打疫苗的 當然不是普通老百姓 中國絕對不會告訴你說 這裡面有多少的高官的子弟家屬 有多少有特權的人 透過這樣一個門路 他所得到的這種的保護 遠超過一般的人民 問題就在於說 一般的人民大眾 卻成了中共愛面子 卻成了中共這種獨裁政體下 被割韭菜的一群 因為 譬如剛才宋教授所提到 習近平的這種專斷 自以為是的 這種決策模式 不是習近平一人犯過這樣的錯 過去在毛澤東時代 大躍進 所造成後來的大饑荒 浪費了多少國家的資源 浪費了多少人力 然後造成了多少人的死亡 中共 有因為這樣子而改變嗎 現在習近平的這種獨裁專斷 跟毛澤東有何差別 甚至有人說 毛澤東時代 有一些中共的老革命 還敢於跟他提不同意見 毛澤東沒事還要開個會 表面上來做一番檢討 就像廬山會議一樣 彭德懷就敢站出來 毛澤東講的罵娘 雖然彭德懷後來 遭到很嚴厲的報復 但是表示說在那個時代 毛澤東還在乎這些老革命的 一些不同的意見 但是現在習近平 還有沒有這樣的人 敢跟習近平說不的 敢提不同意見 你看他現在 所有的台面上的人 親一色 都是他所熟悉的這樣的人 都是跟他同一類的人 所以我覺得這才是中國最大的危機所在 這一次我們從中國的疫情 看到了這樣的結果 換言之就說 當權力集中於一人的時候 一人犯錯就會乘以14億 那個錯誤就會被放大到不可想像的結果 那麼呈現在我們眼前的 就是習近平一人犯錯 造成了14億這種全面的 非常驚人的這種的災難 問題就在於說 今天在這樣的一個 全世界這個所謂的地球村的狀況之下 中國的災難會外溢到周邊 現在香港澳門都已經抵擋不住了 那麼現在台灣也都緊張 日本也開始都緊張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中國這麼大一個國家 你犯了錯誤會造成世界性的災難 中國這個供應鏈的斷鏈 對中國固然是經濟很大損失 對於世界經濟也是一種打擊 所以我們覺得說今天 這個我們會關注 今天在中國發生的問題 除了說因為我們都是這個血脈共同 這個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站在一個人的觀點 最主要不是你是中國人 美國人 日本人 而是說我們都是人 作為一個人有最基本的人權 作為這樣一個基本的人權 我們每個人都有物商其類 民包物語的 這樣的一種的感情跟關懷 希望說中國的領導階層 要體會到 這個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政府 不是說你把人民管得乖乖的 不敢發聲就能夠把問題解決 把問題捂在鍋裡面 最後的結果就是捂不住爆發出來 爆發出來就是真的是哀鴻遍野 直接在幫咖啟 今 ? 谢谢观看